金華城避案當中被檢方認為 是關鍵共犯的邵秀佩 昨天晚間他是以被告身份復訓 經過了七個小時的訓問之後 是無保請回 限制住居 出境出海 而現在呢 關鍵的會議也曝光了 在二零二零年十月 當時邵秀佩市發展局總工程司 以增列容積獎勵為由 來擔任主持人 召開會議 那即使專家學者都認為 當作都更案件來申請容積獎勵 並不合宜 但是這場會議之後 金華城的容積率 也逐漸的往百分之五百六十來定調 所以才因此被認定為是金華城案的關鍵人物 他有沒有覺得很冤枉 麻煩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要說明的 結束長達七個小時漏夜偵訊 不出北檢 不發異語 臺北市都委會執迷邵秀佩清晨 找檢方復訊後 無保請回 限制住居 出境出海 2號一早 邵秀佩配合簡聯搜索 以被告身份被約談 警員認為她是金華城 弊案中關鍵共犯 權因她在金華城中 雖然職位是時任都發局總工程司 但實際影響力可不一般 2020年10月12號 這場專家學者諮詢會議要討論增列容積獎勵 邵秀佩就是會議主持人 即使專家學者都認為金華城不屬於都更案件 申請容積獎勵唯由不合宜 而且這政策缺乏周邊區域公益性的考量 建議申請項目應該再補充說明 但會議最後邵秀佩只有更改部分申請的容積獎勵的項目 會議後 金華城容積率就逐漸往560%定調 法院裁定彭震神機壓禁儉 點出邵秀佩就是檢方認定的關鍵共犯 被認定邵秀佩疑死就是金華城案中 致創20%容積獎勵方案4的幕後推手 都委會中組織架構位居第三 但實質影響力恐怕更多 邵秀佩訊後勤暉 檢方持續偵查釐清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